来跟进邓家楼女商人涉嫌谋杀生意伙伴的后续进展 这名女商人严扣一段续子后 今天正式被控谋杀罪 一段罪成将判处死刑 另外在府中一名男子危险在马路中央燃放鞭炮 判罚8000令吉 来看一组法庭新闻 35岁妇女诺莱妮从事投金与马来服装业务 她今天被邀往马江推示庭面对谋杀罪 推示念出控状之后 她点头表示明白 不过基于法庭权限 因此没有认罪记录 根据控状 她被控在11月1号半夜3点半左右 在乌鲁登家楼靠近宗教局办公室的大路边 杀害65岁的生意伙伴 抵触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一旦罪成 她将面对死刑 等待验尸报告出炉之际 推示则定明年1月15号过堂 这起害人谋杀案震惊社会 综合媒体报道 被告和生意伙伴疑似不满分城布军 爆发争执之后 一怒之下开车冲撞在捅15刀 导致65岁妇女沉尸勾取 至于在斯美兰芙蓉推示庭 一名挖掘机驾驶员 因为危险玩鞭炮惹祸上身 当推示念出刑罚之后 她整个人都蒙了 吱吱呜呜 不知该怎么是好 被告是现年23岁的P米里马兰 根据控状 她被控在11月10号下午3点多 在燕斗的刮拉沙瓦路一带的路口 危险使用炮竹 这一类炮竹可能致命 也可能导致财务损毁 她的行为抵触1957年爆炸物法令第7-A条文 罪程将监禁最高7年或罚款1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她听到刑罚之后 犹豫不决 法庭甚至暂时休停 让翻译员以弹谜而语 向被告解释控状和刑罚 来自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律师李祖安 基于被告月入1500令吉 加上被告认罪 她因此替被告求情 要求法庭只判最低罚款 但副检察司要求法庭给予适当的惩罚 以警校友 法庭最终判罚她8000令吉 若无法缴付则监禁10个月 社交媒体最近流传的视频显示 事发当时一群男子在马路中央点燃鞭炮 阻碍来往交通 路人和摩托骑士担心被炸伤 所以不敢靠近 期间还有人徒手拿着一串鞭炮随意甩动 犹如在耍杂技 警方接获投报之后立即追查 嫌犯下落 画面转向槟城 一名罗里司机因为阻碍警方执法判监8个月 现年24岁的被告 莫哈默尔兹里扎 聆听控状后扶手认罪 她被控在11月2号晚上9点半 在威中县武吉英达花园的1号索罗路 抵触刑事发点186的妨碍公务员执行任务罪 一旦罪成 她可监禁最高两年或罚款最高1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她最终被判坐牢8个月 刑期从被捕日算起 她最终被判坐牢8个月